这话呢,我们就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刚刚的程式 有没有办法让它变得更精简 所以精简版 其实理论上这一题就考各位 如果我今天 不写在这里的话 那应该写在哪里,比较好 特别是,其实我们应该 有另外一个写法 就是我可以把它写在哪里呢 当它要被判断之前 所以其实我建议 以后呢 最好就写在哪里 写在逻辑判断的上一行 这样子的话 你就不需要底下每一行 都要在input 有一个最关键的地方 就是把这一行 搬到这边来 然后呢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底下这些呢 就通通不用写了 OK 这样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行都删掉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当你回圈进来之后 反正你第一件事情就是输入嘛 输入第二件事情就判断嘛 所以回圈开始输入 输入完之后就判断 有点像我 就跟你那个去搭捷鱼一样嘛 你一定是进去闸门刷一下 有没有 所以你是先刷一下 然后再进去 OK 有点类似这样 下一个 下一个下一个 类似像这样 所以以后的话怎么写比较顺 恐怕你慢慢要去传谋一下 其实你会发现 顺序不对 有时候结果也是可以做出来 只是说你可能会因为你的顺序不是放在最好的位置 你必须要多写好几行 这还蛮常见的 因为我常请同学做的程式 一看你怎么结果也是对 但问题你怎么一堆重复的东西 所以这边顺便讲一样 第二个的话 如果我今天希望 假设我不要让你一直猜 猜到对为止 你只能够猜三次 三次猜完之后没有中 那就是很抱歉 最多只能猜三次 这地方该 我们先把这个先逛一下 理论上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应该OK 太低了 太低就高一点 所以应该现在 变成1到9就没有了 15 太低 还太低 所以1到15也不见了 这就变成16到20 那就18 太低 19到20 你看运气不好 猜三次了 没有了 19 还是太低 那刚好20 恭喜查对了 OK 好 那就猜五次了 所以其实还蛮难的 猜三次要重 可能除了要技巧之外 还要运气 好 那可是好了 假设我只能猜三次好了 那怎么改 特别是1 关键的地方在这里 换到1 冒号是一直猜 让你猜到对为止 OK 那我应该怎么 先把它Ctrl加斜线 注解一下 改的话怎么改 Fore i 等于什么呢 有时候写写写写 把它当成VBA写 所以有时候很容易混淆 Fore i range OK 然后range的话呢 就是 我要猜三次的话 就是 从0开始 0.3 然后后面加一个什么 冒号就可以了 0.3应该OK吧 0.1.2.3次 到3就跳0 各位讲一下 如果说你写这样的话 0是可以省略的 就写3就好了 所以很好记嘛 3次就 range 刮5.3就好 这样有没有更简单 当然呢 前提是你必须从0开始 如果你是从1开始 你就不能这样 1的话你变1 够点的话 4 你就不能写个4 写个4就没有跑4次了 如果你是从0开始是可以 但是 写这样跟写3结果一样 如果你觉得写这样你比较好了解 你写这样没关系 OK 当然我的习惯是只要写个3就可以了 好 所以 好一次 好两次 好三次 好三次就离开了 那我顺便 为了说呢 我要想要知道说 到底 他这个 他到底输入什么 我先print 我先假设 为了要那个出错 我先把 把这个 等一下 我先把 这个rnd先print出来 print什么 rnd 为什么要print出来 因为我先知道说 他到底哪个数字 我们来试一下 9 内见 的是9 那我故意猜6 7 8 最后一次 假设我真的猜对 如果我最后一次猜对的话 他会告诉我说 恭喜答对了 试一下 enter 这样没错吧 有没有 OK 那就表示说呢 你会发现 第一个 如果说我今天 假如说呢 只要猜3次的话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就直接 把坏一冒后 改成for i in range 3 就OK了 可是有这么简单吗 其实 特别是 你如果要测试 不能只是测试 这种 单一逻辑 那我们来测试一下 刚刚是最后一次对 如果今天 我故意 都让他猜错 1 2 3 刚刚是最后一次对对 如果最后一次还是错 那应该怎么 就应该离开了 可是他却出现什么 太低的高一点 最后一次了 他还是跟我讲 所以呢 理论上哦 如果要把这个层次起得更完美一点 应该怎么样 可能他再加一个逻辑 这个逻辑 这个逻辑 这个逻辑是什么 当你是猜第三次了 而且 还没猜对的话 就跟他讲说 哦 你只能猜三次哦 然后跟随便跟你讲说 答案为多少 哎 这样好像比较完整 所以哦 如果说我 假设了哦 我希望呢 最后一次哦 他猜错了 然后我跟他讲说哦 哎 最多只能猜三次的话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多 需要多一个逻辑 也就是说底下 有一个义符 L义符跟L4 那你可能会需要再多一个 所以其实你可能要把 这个原来的那个义符 改成L义符 接下来的话呢 在上面哦 再多增加一个义符 义符什么呢 义符就是如果你是猜了 是第三次了 哎 那第三次 次数由谁决定呢 由i决定 所以如果i是什么 等于等于 2的话 表示什么 第一次是0 第二次是1 第三次就2了 哎 表示是第三次 而且 而且and 而且没有猜对 没有猜对怎么要去除 去怎么样 不等于 rnd的话 假如说这样哦 而且哦 你还没猜对的话 冒号 那就跟他讲说哦 preaser 什么呢 最多只能拆三次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加一个最多 只能拆三次 惊叹号 然后呢 后面加一个答案为 然后 然后 干脆斗点好了 我就不转移 直接加个斗点 就是把什么呢 把 rnd呢 放在后面就好 哎 答案为这样 试一下哦 有没有 这样的话呢 意思就是说 多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呢 如果呢 i等一等 意思说 你已经猜第三次了 而且 你还没猜对 而且 你还没猜对的话 那就告诉他 哦 应该可以看懂的意思吧 这样的话 程式比较完整 不然的话 他最后一次还没猜对 你还是提示他 这样他会confuse 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我们来试一下哦 执行一下 这个19 那我就故意 不要猜 一样的 15 16 最后一次也是猜对 17 猜错了 猜对他一样是 恭喜猜 最后一次不对哦 那 应该会跳这边哦 试一下 有没有 最多只能猜三次 答案为 19 有没有 最后当然呢 这个print 这一行就可以 把它注解掉 或delete掉 这样就ok了 他就不会 在刚开始的地方 就把这个答案给秀出来了 哦 应该可以看懂 为什么我要print它吧 特别是哦 如果你没有把它print出来的话 说真的啦 你很难除错 你很难去找到 你这个逻辑到底 因为我刚开始哦 就没有那么聪明 我觉得是 但是有时候我根本不知道 到底我是猜对还猜错 所以后来我想了一个方法 我干脆把rmd先输出看看嘛 那我就不会在那边乱枪打鸟了 能不能试半天 ok 用这个方法试最简单 所以教各位哦 先把某个变数里面的值 先print出来 这个方法一定要记起来 因为有时候哦 就不需要在那边乱枪打鸟了 ok这个很重要 因为哦 很多地方如果你要除错的话 请你先把那个几个重要变数的值 先print出来看看 哎 你有时候就知道答案 有时候错错在哪里 马上就会轻二出了 不然的话你可能每天都在那边哦 像有些人哦 每天就是找不到问题点 后来就想说你print就好了嘛 哎 他就哦 原来就这么简单哦 试一下 请各位试试看 来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ok 所以刚刚主要两个重点 一个是如何精简那个重固输入的问题 第二个的话 把那个Hile E-mail号改成for-回圈 只能拆三次 那另外当然 Hile改成for-回圈还不够 因为需要多一个逻辑 如果你要多一个逻辑 你就在上面再加 if I等于等于2 就是意思说猜第三次 and 而且 g不等于不等于就是精简号 加一个等于不等于rnd的话 ok 这里请各位试试看哦